欢迎收看打开工况买 我是许仲江 马总统昨天低调前往新加坡 行前不愿证实发言系统也全部不接电话 引发外界质疑是否过分低调 尤其国家通讯社说这是马总统的私人行程 但马总统回国后又说没有私人都是国家元首身份 明显前后不一 这是内外不同的说法 还是与新加坡协议的做法 但会不会减损国家尊严 另外国民党总统人选未定 到底挺猪挺王 还有党产问题 朱立伦能否清查 还有中国有没有在背后发挥影响力 相关议题我们一意探讨 首先介绍来宾 民进党立委蔡晃郎 主持人好 大家好 还有国民党台北市议员秦桧朱 主持人好 大家好 还有新北市议员李坤成 主持人好 大家好 资深媒体人钟年晃 钟江好 大家好 好 我们先来看马总统昨天闪电出访新加坡 参加新国前总理李光耀的家族追思会 短暂停留三小时后 晚间就返回台湾 由于事前全面封锁消息引发国内一片踏伐 马总统强调他到哪都不是私人身份 但出访前过度低调 绿营立委痛批 降低台湾总统的格调 我们来看VCR 深夜11点半 总统马英九走出登机门 12个小时之内闪电访问新加坡 亲自参加李光耀的家族追思会 不过事前他全面封锁消息 还上演台湾总统失踪记 到底是怎么回事 尊重跟新方的约定不发布新闻 所以没有向大家说明 我到新加坡去参加李先生的家族 实在是以一个两代交情的老朋友的身份 我们是以私人名义去的吗 我到哪里都不可能是私人名义啊 低调出访新加坡 马总统解释是为了要遵守双方的默契 而为了让他顺利到新加坡 国安跟外交单位更是事前拟定了三套剧本 最好的方案就是马总统亲自出席李光耀的国葬 不然就是出席家族追思会 最差的就是派特使参加国葬典礼 经过外交协调之后 马总统顺利成行 但是堂堂的国家元首出国访问 却无法向台湾民众说明 民进党令委无法接受 要出门的时候遮遮掩掩 神神秘秘 到新加坡去也不能公开露面 回来再告诉民众说 他是代表总统 这种自欺欺人 遮掩了中华民国主权 降低了国格 还要欺骗国人 这次应该是让台新两国关系 能够变得更好 然后大家互相谅解 而且事实上也应该给我们 应该有了适度的尊严跟礼遇 可是事实上中间都没有看到 这是因为新加坡的国父的过失 你要敲裸打鼓吗 人家不是办喜事 这是把马云九当作自己人 把中华民国当作一个 很亲密的一个朋友 马总统出访新加坡 是外交突破还是自我矮化 蓝绿立委看法南辕北撤 不过顶着总统身份 低调出席家族追思会 是成就个人情谊 还是促进台新两国关系 全国民众都在等着看 好我们看到这个马总统昨天 其实在昨天早上 大约11点半 是搭乘飞机前往新加坡 在事前其实消息就已经透露出来 那么记者也不断地去询问 但所有的幕僚通通都不接电话 那么后来大概晚报的时候 就出现了大概很多的 幕后的折冲 大概就说是怎么样的这个过程 那也许就是新加坡方面要求 但问题是说中央社说 这是马总统私人行程 那结果昨天马总统回来说 又不是私人行程 都是国家元首身份 这个明显前后说法不一 怎么对国人交代 来 委员 不管是谁当总统 可以带着中华民国的主权 带着中华民国的祝福到新加坡去 我们都赞成 所以对于马总统可以到新加坡 乐观其成 但是不用搞得那么神秘 尤其前后说法不一 中间还加上行政院说 这个是外交上的突破 我认为显然 服怨在处理这个新加坡之行 是失败的 第一 如果真的是以私人情理去的话 回来为什么还要讲说 你没有个人身份 没有个人行程 明显就是中华民国的总统出门 那要出去的时候 你就堂堂正正光明正大的 从我们的海关走出去 坐着空军跳去都没有关系 但是也不用敲锣打鼓 毕竟这是一个国商 新加坡的一个国商 我们去参加是追思 那所以 总统到新加坡去的时候 务必让新加坡人了解到 台湾2300万同胞 对于新加坡国父的事事 我们表达无限的哀思 这个是马总统一个很重要的任务 但是其实我今天 辗转收到的消息是 整个新加坡的媒体非常非常的低调 比我们还低调 是 几乎没有刊登任何消息 那这样子的总统 有达到 让新加坡人了解到 我们台新两国人民之间的感情吗 那如果只是去给李显龙 做一个政治意义的话 我觉得这一趟 就显然就太便宜了 那反而我们看到说 中共甚至利用这个机会 穿我们小鞋 吃我们的豆腐 说马先生 马总统出门 那连马先生都没有说 就说在一个中国的原则下 如何如何 所以反而这个让中国 穿了我们的鞋 吃了我们的豆腐 另外 总统在一天之间就赶回来 我觉得实在是外交部不可思议 为什么不多争取一些时间 即使没有办法去参加国葬 我们都知道 台新跟中国的三方的外交关系的困难 我们可以体谅 会不会是连新加坡根本就不答应 他可能说你可能连过夜 他都没办法答应呢 我认为 你总是去争取 然后你争取 让国人了解到 我们有那么多困难 让更多的国人来 跟外交部站在一起 为我们很苦难的外交 大家来共同鞠躬进瘁 不必说搞得那么神秘 连外交部也不知道 连陆委会也不知道 总统出门 所以我是认为说 这一次短短的一天 其实整体来看 收获有限 即使总统我们很同意说 你能够走出去 但是你搞得太低调 或者搞得太神秘的话 反而让我们的国格 没有办法彰显 反而在这么好的机会 中华民国的主权可以曝光 反而没有办法争取到 那或许当然是新加坡有一些设限 或者是跟中国之间有哪些默契 这个我们都可以体谅 问题是总统外交部 就应该利用这样的出去的机会 虽然不能敲楼打鼓 也不要利用这个去作秀 但是在整个行程当中 去融入我们对 李光耀先生的这个私人情谊 去拉近台新之间两国人民的感情 这个总统跟外交部应该可以这样做 可惜一天就赶快赶回来 我觉得太可惜了 其实昨天这样一天来回 说实在对总统来说 真的是相当辛苦 这个早上的飞机出去 然后到回来已经半夜了 因为毕竟这航程要四个半小时 对总统来说 或者对国家元首来讲 其实如果说你跟新加坡 是有私人情谊的话 那照理说这个代客制度 也不应该这样 让一位这个国家元首 这么的这个奔波 这样子这个飞行过程 也相当辛苦回来 我想请教议员就说 如果是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说所谓的私人身份 后来又说是国家元首身份 两套前一的不易的这个说法 还有再来就说 行前所谓的保密 但你要保密是怎么样的保密法 还是说你的行政部门 包括毛口也说了 这个就说他没办法去证实 但这样的一个出访 到底对马总来讲 有加分多少 新加坡的前总理 李光耀先生 他是在凌晨三点多过世的 那么我们的外交单位 就是新加坡代表处 在五点多就开始作业 所以这个时间是非常仓促的 那么我们从70年代 被迫退出联合国 也跟世界主要大国 断绝邦交之后 其实台湾的国际空间 就是被紧缩的 非常的可怜 那么这30年中共崛起 大国崛起 他是现在全世界的经济 第二大的强国 所以他更在世界各地 夹着他的政治跟经济的优势 封杀我们 所以我们对目前的处境 大家是很苦闷 也不满意 我相信马总统 他自己也是一样的 因此我觉得 在这个外交非常苦闷 非常艰困的时期 其实国人要多多的体谅 我觉得最不可原谅的 就是中共当局 他们在国际上不断的打压我们 而且在这个外交部 他们举行的记者会 还趁这个当头 讲到一中的原则 但是我觉得中国大陆 也已经有一些弹性了 我相信在过去 恐怕连这样子的一个 让我们的国家元首 可以用一个方案 到新加坡去 他都不会允许 可能会全面封杀的情形 我们也看到 在短短的几个小时之内 我们的政府也跟新加坡做磋商 其实李光耀前总理 他是二月就住院了 到三月有好几度发生病危 就是说他住院46天 在最后六天 新国政府有四次正式的 以新闻稿方式发布病危 所以大家都知道 李前总统他的情况是不妙的 那么很多的国家大概也在准备 因此我觉得说 我们的外交部 一定也跟新方有一些磋商 所以才有所谓三个方案 第一个方案 当然是我们非常有尊严的 去参加国葬 跟所有各国的 来参加葬礼的代表 能够一起来功逢其胜 虽然这是一个 不是一个欢乐的事情 但它总是一个国际的 一个隆重的场合 但是显然新加坡没有同意 中共当然也封杀 第二套方案 就包括刚刚好 我们蔡委员讲的说 我们总统以私人身份去官邸 参加加级 暂时过夜 但是显然新方也没有同意 而且如果说我们是参加一个喜庆 你在那边多停留 应该是好事 可是既然是一个葬礼 然后对方也不同意 我觉得当时回来 恐怕也是不得不做的选择 第三套方案就是说 总统也不能去 就派一个特使去 还好在三套剧本当中 是中间的方案 所以我觉得说在这个处境当中 虽然反对派人士一定是鸡蛋里挑骨头 说非常不满意 那我们站在执政党的立场 我们也不满意啊 为什么我们国家的总统 我们过去跟新加坡 有这么好的一个邦仪 公仪私仪都有 现在虽然新加坡跟中华人民共和国 有正式的邦交 跟我们是没有邦交的 但是我们的处境 也让我们背景委屈 所以我觉得在国际空间上 中国如果要赢得台湾人民的民心 其实在这个部分 应该多多思考 如何让台湾人民 更有尊严的走出去 才是两岸未来有一个比较良性 互动的可能 但是现在看起来就说 所谓的三套剧本 但是就新加坡来讲 会不会其实只有两套剧本 也就是说你想要参加国葬 根本是不可能的 那么两个方案就是说 你来可以 但是你也不能过夜 那么甚至就是说 那你没办法来 那可能就是派特使 那么也许就是说 新加坡就这两套的剧本 那么让台湾来选择 那只是说这整个过程当中 让台湾都觉得 其实不管怎么样 其实都是相当的屈辱 尤其以新加坡来讲 又要求不能曝光 那马总统是不是也 这个过分的配合 都不透露 那么一个国家总统要出门 竟然是这样子 完全都不能透露 来昆镇议员 这个1989年 这个李前总统 到这个新加坡 做访问的时候 然后那时候 他们是称呼这个李前总统 是从台湾来的李总统 那至少这个李总统 他是认为说 这个不满意 但是可以接受 因为至少还承认说 他是来自台湾的总统 那可是这个是1989年的事情 那现在已经是2015年了 那结果没想到说 这个马总统到这个新加坡 去参加这个 这个他们这个李前总理 的这个调研 竟然是用这个私人身份的 私人身份过去 而且刚才中将我讲到说 那到底这个几套方案 是谁提出来的 是台湾这边提出来的呢 还是新加坡那边提出来的 那如果按照这个 中央社的说法 这个是由新加坡那边 主动提出邀请 就是说这个希望这个马英九总统 用这个私人的身份 来参加他们的这个 所谓这个家庭的追思 那新加坡这个做法 因为新加坡很务实嘛 他这个做法 我想涉及应该跟中国那边 有过一个商量 就是说那是不是用这个 所谓家族追思 用私人的身份 让这个马总统过去 这样子不会影响到说 两国的这一个关系 那可是又让这个 台湾跟新加坡 毕竟这个 有非常密切的一个互动 而且关系也很好 那是不是可以用这种方式 让马英九总统可以过去 那显然这个 台湾没有太多的选择 因为在这种环境之下 这个马英九 他可能只能选择 就是说他用私人的身份 去参加他们的家庭追思 那其实我觉得很讽刺 因为我查了这一个 今天 昨天 这一个有关 这个新加坡的一些 电子报的一些报道 这个3月24号 就是马总统去的那一天 这一个那一天 同样去参加追思的 还有香港的特首梁正英 那我不晓得说 这个香港特首梁正英 他是用什么样的身份去的 那他是不是也去参加 这一个所谓的 这一个家族追思 那如果是他也是用 这个港手的身份 去参加这个 这个家族追思的话 那好像这个马总统的身份 好像跟港手的身份 好像也差不多啊 都是用这一个 他可能还是用港手的身份去 那结果马英九 他是用一个私人的身份 那所谓私人身份是怎么样 是老朋友吗 还是用什么样的身份 那虽然说马英九 他回来的时候 他在机场讲说 他这个不论是去哪里 他就是总统 可是这一个 当你出去的时候 你明明都已经被媒体拍到了 你在机场都已经被拍到了 你就是要去新加坡了 可是总统府上下内外 都没办法去证实 那等于是说 我们到这个 马英九 他到了这个新加坡 落地之后 我们好像有半天的时间 台湾中华民国没有总统了 因为全国上下都不知道说 这个总统 现在到底是去哪里 虽然我们都知道说 他去了新加坡 可是这个中央社 飞上去之后 他才能证实 那结果整个总统府 他都没办法去证实 所以我觉得说 就目前的这个 外交困境来讲的话 我觉得大部分 是马英九造成的 他为什么说 这个要去这个新加坡 把自己弄得这么低调 然后又让台湾人觉得说 你去参加一个 这个调研的典礼 我们当然希望说 你是代表台湾去的 不是用你个人的身份去的 因为毕竟 这个台湾跟这个新加坡的关系 不是从马英九才开始 从很早以前就开始了 从蒋经国时代就开始了 所以我们当然希望说 是用台湾中华民国的身份去 不是用你个人的身份去 所以我觉得说 在这部分的话 总统府 这个上下都要去检讨 就是说 一个非常一个 隆重的一个 调念这个 这个李光耀的一个 一个葬礼 那为什么 搞成说好像是 偷偷摸摸的 那甚至有这一个 有人在脸书上批评说 这好像是 小三去调研一样 偷偷摸摸的 然后让人家觉得说 不是这么正大光明的 可是你就是台湾的总统 你就是中华民国的总统 就算你到 你跟新加坡有什么默契 你都不能 这个事件宣布 但是 这一个 就台湾这方面来讲的话 我觉得你上了飞机之后 就可以很正大光明讲 就是说 这个马英九总统 现在就是用总统的身份 那前往这一个新加坡 去调研 去参加他家族 这些事都可以 那这个 至于新加坡跟中国 要怎么讲 那是他们的事情 总不能我们自己都矮话成说 是用私人的身份 过去 那难怪这一个 中国会说 这个 这个 台湾人士 赴新加坡调研 一个是私人身份 那中国说 你也是台湾人士 那到底 马英九是谁 自己都矮话了 其实我们不是说 要大张其果 或说去这个鸡蛋里挑骨头 那么只是说 这个马总统 对于国内的媒体 是不是有充分的信任 他或许可以 先取得一个谅解 就是说 也许这个新闻 先不要发布 但是你让相关的人士 都去了解说 这个总统 有这样的一个行程 那再来就说 那么马总统 去这个新加坡去出访 虽然是非常的短暂 但是呢 包括新加坡 或说台湾这边呢 是不是跟中国那边 有稍微 这个知会一下 是不是也有这个可能 年华哥 以新加坡 长期以来的 一中政策 我想 即使台湾不通知 新加坡也会通知 也会知会 老公那边 他一定都知道 他一定都知道 因为我想 以新加坡 这几年来的 一中政策的 落实的程度 因为在新加坡的 基本国策里面 他认为 世界上是没有 中华民国 或是台湾这个国家的 我们是属于 中国的一部分 这是新加坡的认知 我觉得这件事情 其实 我们知道台湾的 外交很困难 那我也觉得说 在新加坡29号的 这个国商日 如果说我们总统 要用中华民国 总统名义 去参加国商调宴 应该基本上 是不可能的 那 那只剩下两种方案 一个是在当天 派遣总统的 全权代表特使 代表总统去 另外一个 就像昨天 这种处理方式 就是 事先去 那显然 我们的外交部 选择了 或是我们的国安高层 选择了后者 就是事先去的方式 可是这件事情 昨天我们的政府 有三种不同的说法 11点半 飞机起飞 11点50分 中央社发稿 是说用私人行程 像我毛治国 在立法院说 这是重大外交突破 晚上马英九 回国之后 说没有私人行程 那请问我们要相信哪一种 说法都不一样 对 你连政府自己的说辞 都无法一致 我相信中央社写的稿子 绝对不是中央社 自己想出来的 这一定是总统府 或是政府高层 告诉他 这样子写的 那你早上定调为私人行程 下午变成重大外交突破 到晚上 总统回国说 没有 我去到哪里 都没有私人行程 那请问到底是哪一种行程 那这一趟去 如果说马英九讲了说 因为他跟这个李光耀家族 有两代的情谊 那如果说 你是以私人的身份 基于你的两代情谊 前去自寄 那你就不代表中华民国了 不代表全体的台湾人民了 那你机票钱要不要自己付 对 因为你是私人行程嘛 对 有人说私人行程 你的飞机费用呢 对啊 你要不要自己付钱 那搞不好还有送自证一点电仪嘛 电仪自己付嘛 可是我们知道 总统没有私人身份嘛 总统 总统这个职位特殊的地方 就是他一天24小时 他都是总统 他不会有私人嘛 好 那马英九也承认说 自己没有私人 那我们就用总统的规格 来检验这个行程嘛 我今天看了一下国际媒体 大概只有BBC中文网有报导 那我想这个BBC中文网 应该是在台湾人记者发的 所以也就是说在现在应该 全世界所有主要的媒体 大概都在新加坡派驻有记者在现场 因为这几天大概到29号都会有 主要媒体大概都派驻有记者在现场 也就是说在国际媒体眼中 离开台湾之后 在这个地球上 马英九昨天去新加坡 这件事情没有发生过 完全没有发生过 这样子值得吗 有必要吗 这样做需不需要 你是为了为台湾增加一点能见度 凸显台湾跟新加坡邦交 还是说你只是为了满足 个人想要出国去新加坡 这样子的一个心愿 因为别忘了你是总统 你是代表国家的 那如果是这样子 我不晓得我们的国安团队是怎么衡量的 好 那我也可以理解说 也许新加坡方面会有要求台湾说 这个你不能大肆张扬 你不能带一大群媒体来 这个我都可以理解 可是当总统出发之后 我们的政府可不可以有个官方的说法 而不是透过中央通讯社 你可不可以有个官方的人出来 跟我们证实说 有 我们总统代表中华民国 跟全体台湾人民 现在前往新加坡 代表全体人民 对李光耀这个前总理 表达哀悼之意 一个很简单的新闻稿 或是说有一个政府的发言人 出来告诉我们大家 可不可以 当然可以这样做 新加坡不会管你台湾怎么做 他只是管你说 马英九会不会带一堆记者去 然后会不会在那边开记者会 那至于说你台湾的政府 要怎么做 我想新加坡不会这么无理 而且 类似这样的处理方式 其实我们以前在跟陈水扁总统 好几次过境美国 尤其过境纽约这种动案 比较高敏感地区的时候 美国政府也都会讲说 你在这边不可以有公开活动 你不可以开记者会 你不可以带记者 那请问有没有记者去 国内各媒体都派去了 那有没有公开采访 当然没有公开采访 新闻可不可以做 当然也可以做 就大家有一个默契 那这个默契你只要不太过分 美国也不会管那么多 因为美国是一个 有新闻自由的国家 但是你用美国跟新加坡比 也许就没办法 因为新加坡毕竟还是要 以小事大 对不对 他可能对中国还是谨小胜微 对 可是我觉得说这个政府 新加坡的要求是一回事 至少台湾的立场 对至少你政府的立场是什么 就今天我外交不是说 对方怎么说 我就百分之百接受 他有一些灰色地带 是可以处理的 而且你也知道说 我这个灰色地带 我去碰触的时候 对方大概也是睁一只眼 逼一只眼 大家有默契就好了 那中国方面 我相信只要马英九 不是在新加坡 大肆张扬的开记者会 大概 也中国也不会抗议 我就举一个例子 马英九还没当总统的时候 还是台北市长的时候 他去新加坡 那一次金普冲有跟着去 这是随行的同业跟我讲的 我们知道新加坡 对于新闻的自由度 没有像台湾这样子 对 结果那次他也进了总理府 去见了当时的总理 应该是李显龙 结果呢 我们知道台湾电视台的同业 很喜欢做STEM SNG车 他就站在总理府的 对面那条街 隔了一条街 在那边坐的时候 嗡到一半的时候 突然新加坡警察冲过来 说不可以 结果你知道吗 金普冲是出面去协调 那时候你怎么不怕 触怒新加坡 你如果那个情况 你跟马英九去的金普冲 你知道说这个可以协调 因为我们台湾的新闻记者 习惯是这样 而且事实上也没有 什么太大的问题 你可以协调 这个事情是可以处理的嘛 那为什么昨天这个事情 不要像当年一样 这样子去协调 甚至我觉得台湾媒体 大家也都很配合嘛 就是说 那这个 大家不要跟 但是呢 这个消息我会证实 或者说你就中央社派一个人 跟着总统进去 拍照 公稿 这一点都不困难的事情 这可以处理的事情 那为什么连这个都不处理呢 但就是说新加坡 当然他对于新闻是比较 这个算是比较管制的啦 那只是说 这个马总统呢 他过去这样子这么的 私人形成等等 感觉上好像比以前 要更为倒退 因为毕竟李登位前总统去的时候 至少还是台湾来的总统嘛 那现在好像搞得变成说 只有这个私人 或者台湾人士 变成只有家计外交吗 按照总统府跟政府的说法 我们要有三个选项 那当然总统参加国葬 第一首选 这个是最好的方案 第二就是 总统用参加家计的方式 去参加 第三个是派特使团 以其昨天这样的状况 我倒是认为说 派特使团 应该是对台湾最有利的 那这是我们三个要争取的嘛 那现在用私人的名利 邀请了郝伯春 连战 苏贞昌 还有肖万长 他不是用特使团的名利 他只是用私人 邀请你来参加 这个国葬 所以没有国家 没有这个主权的意涵 去组一个特使团到当地去 显然新加坡是经过算计 如果说昨天的 马总统的一天的来回 是经过新加坡 同意 只能这么做 那我们当然选择性不多 那为什么不争取特使团呢 如果能够争取到特使团的话 或许在那个场合 可以让更多新加坡人了解到 台湾人跟新加坡人的 长期的友谊 那这一次我一直在强调说 我们是人道上 这个是像这种国葬的仪式 我们去参加是基于人道 不必敲锣打鼓 也不用去讲说什么外交突破 我觉得昨天总统那个讲话 是很糟糕的 你讲外交突破的话 等于是拆了新加坡的台 我们不用这么做 只要总统府 就是官民正大 而且就是开个政治记者会说 我们就是跟李光耀的情谊 还有台新两国 多年我们来往之间的 这个非常深厚的人民感情 总统代表2300万同胞 一起去这个新加坡 跟他致意 开个官民正大的记者会 而且总统府昨天也说 当华航班机起飞的时候 我们的空军的专机 空军的这个护航机 都升空 一起保护总统到某个程度去 这显然就是主权的行使 所以我是说回来之后 然后再告诉国人说 我是不是私人身份 我是这个总统的身份 我想显然你去的时候讲了一套 跟回来的时候讲了一套 这个是让民众不能接受说 那我们是不是在这一次又受到委屈 我们的国格 我们的总统能够出门 大家为你高兴 结果怎么弄到 反而我们自己挨化的国格 民众不能够谅解的是这个部分 就是说以马总统是不是以私人身份 或说以特使团的这个团员的这个身份 去代表这个整个台湾呢 对于新加坡两国的这个邦誼 那么就不是说只有这个马总统 一个人的私人情侣 感觉上好像跟整个台湾民间 是没有关系的 当然这整个事件看起来 其实都是有看到 中国在背后发挥影响力 那么包括2016总统大选 中国是不是也扮演其中的一个角色呢 我们先休息会 马上回来 共产党立委吴玉生 原本打算今天在中常会提案 举行临时全国党代表大会 你这个提名呢 党主席朱立伦为总统参选人 但党中央全力的疏通 顺利挡下这个案子 不过有11名中常委联署提案 呼吁党中央要尽快拟定初选制度 别再拖下去 我们来看VCR 国民党中常委姚江林手上拿的 就是下午常会的临时提案 要求党中央及早准备 推出有胜算的总统参选人 到明年1月16号 是不到10个月 你到现在呢 这个提名的时程还没出来 提名的办法还没出来的话 会造成我们这个时间的压缩 对于往后的选举是非常不利的 最好能在4月内能够定案 这个案子由林隆德领衔 包括姚江林等 11个中常委联署提案 内容明白写着 现在是国民党建党以来最大危机 有鉴于明年1月16号 选举时程逼近 同志都急了 支持民众也为本党召集了 呼吁党中央尽速定定 下届总统候选人的齐名时程 而且总统跟立委候选人 都应该经过中常会通过 同时初选办法 在没有经过常会决定前 也不能对外公布 中常委希望党内以和为贵 别再上演挺住拱王的戏码 党高层更是权力疏通 党下国民党立委吴玉生 打算请中常委在常会提出的 要求举行临时全国党代表大会 提名朱毅仁参选的案子 避免节外生枝 我想谁出来选都可以 有能力都可以 但是不要这次拱来拱去 拱到谁 这造成党的 好像不团结的这种假象出来 对 选举是不好的 眼界民进党参选人蔡英文 早就起跑 国民党内却还在上演 宫廷大戏 基层的焦虑可想而知 好 我们看到国民党基层 是不是相当的焦虑 因为现在拱王拱猪 说实在的还没有一个谱出来 我想请教秦云 你是不是要先回应 刚刚马总统要出访新加坡 其实就某种程度来讲 我们台湾人民反弹的越大 代表我们对中共的打压 越不满意 也让新加坡跟中共知道 那么刚刚很多来宾讲的 我觉得某种程度我是赞成的 但是他一定有一个背景 比方说马总统说 事前不发布新闻 事后来发布 是按照跟新加坡的约定 我们看到新加坡常常这样 比方说苏贞昌先生 去拜访李显龙 事前也不能发布新闻 事后由新加坡那边来证实 而当大家再问到 苏贞昌主席的时候 他也非常低调 我们在看这个 国民党的朱利伦主席 去新加坡的时候 也是事前不发布新闻 事后由新加坡来发布 我相信新加坡在处理 台湾的政治人物去的时候 他一定有一套的标准 那刚刚来宾提到说 马总统当市长的时候 去新加坡 为什么跟他当总统的时候 不一样 那就是因为总统有主权的象征 市长呢 他的空间是比较大的 那么所以我觉得说 这个是新加坡在政治上 他不敢得罪中共 谨小慎为的一种表现 那也是中共呢 一直持续打压 让我们人民非常不满的一种状态 刚刚来宾提到说 1989年 我们的李前总统 去访问的时候 还可以被称为台湾来的李总统 大家回顾一下 1989年中共发生六四 他在国际上 是没有得到大家的支持跟肯定的 很多的人去杯葛他体制他 所以当时中共在国际上 他的这个影响力 不像现在这么大 隔了26年 中共已经从1989年 那样一个全世界经济制裁的一个国家 翻身为全世界经济体第二大的 而且大家预测在这个 2025年他会超过美国变成第一大 所以我觉得今天中共的崛起 相对的对我们的打压呢 也更显得我们的这个弱小跟委屈 所以我觉得在某种程度上 台湾人民团结起来 给中共当局一些指控压力 让他知道台湾人民对你们不满意 也是好的 那么再回到我们自己国内的问题 我觉得国民党某些委员去连署 其实不是帮国民党的忙 是在帮倒忙 所以我也奉献一些奉劝一些 现在站在准备党内初选 想要出风头的国民党立法委员 适可而止 我们也奉劝这些中常委 不要再去出风头 或者是搅乱一池春水 因为你们去永珠 另外一排人就会出来永亡 那使得国民党就分裂了 好好的一件事情 非要有人去操作以后呢 闹得大家各怀鬼胎 互相猜忌 彼此看不顺眼 彼此放话 现在还有人说 哎呀 让这个蔡英文跟这个朱立伦都让给王金平 让他选一届 请问选举有让的吗 你有说让蔡英文也让的吗 民主时代 国民党的前委员连这种话都讲得出来 那真的是让国民党的这个形象受到很大的损伤 所以我觉得说我们应该朝两方面去努力 国民党这些立委 这些中常委 你们帮不了本党的忙 拜托你们不要帮倒忙 你们不要借着这个事情打个人的知名度 会操作某一些这个拥戴的戏码 会让他觉得国民党还在搞这个宫廷斗争 宫廷这个密室 各有三投的这样的一个老戏码 大家不喜欢看 另外呢 我们要呼吁朱主席 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也可以看到党内焦虑 党主席的责任就是把这个党带好 把大家的焦虑米平 把大家的士气提振上来 党中央要赶快去面对这个问题 真的把这个时间表给提出来 比方说你在四月底可以公布我们的行政办法 说比如说六月还是几月 想要选总统的你就来登记 游戏规则如何 赶快提出来 否则的话我觉得国民党会让大家看不起 不过现在看起来就是说 整个宫廷大戏 其实对民众来讲 可能印象相当深刻 因为不管是挺猪或挺王 这个戏演到现在 那么朱立伦他没有感受到 这个基层的那种焦虑吗 对不对 那他还是继续这样拖 他说不会到六月 可能在五月 那他还继续慢慢拖 那他到底是怎么考量 来昆辰 其实朱立伦当然要拖 因为现在这一个 像我们现在在开议会 在开临时会 然后接下来四月底 有这个定期会 那朱立伦都一定要来议会 那我们这两天 其实议会就为了说 朱立伦要不要来做 这个议会来做专案报告 这个国民党议员就一直党 因为他只要来这个市议会 来多一天 他去国民党当党主席 就少一天的时间了 那所以像他这一个 为了要争取这一个 拱朱派 就是这些立法委员也好 或是这些中场委员也好 对他最大的支持 他必须要把时间给延后 如果这么早就把这个底牌 掀开来的话 那其实第一个对他来讲 时间上很不利 因为他还要在议会 还要跟我们这些 在野党的议员在周旋 不要忘了 现在在这个议会里面 是朝小野大 民进党议员是占多数的 所以说他是希望说 把这个时间能够延后 那至少延后到 这个我们定期会结束 那大概就是六月底的时候 在那个时候 那等这个时机成熟 现在这些拱朱派的立委 开始在这个 会有开始要联署 然后一些比较跟他友好的媒体 可能一些民调 就跟着会出来了 在认为说这个朱立伦 的确是现在国民党里面 有这个呼声最高的 那这个等到最后 这个水到渠成 然后让他这个黄袍加深之后 那朱立伦才会说 哎呀这个 这个整个现在国民党 这个面临最大的危机了 那如果党主席 没有御驾亲征的话 好像是不行了 这样子对朱立伦来讲的话 他比较容易解套 因为他之前有讲过 就是说这一个 新北市长要这个做好 做满四年 那我看有一个 这个媒体同意 就问他就是说 那这个之前马英九也讲了 说这个不选市长 也讲了一百多次 最后还是选了台北市市长 那朱立伦 有人说 那你是不是这个 马英九2.0版 会不会说 讲了那么多次 说这个新北市长 要做好做满四年 就最后还是选了 那我看这个朱立伦 这个表情就很奇怪 看了那个记者 看了大概三秒钟的时间 然后就下一个问题 所以他是 他是有这个顾虑 他是有这个顾虑 就是说 他如果说 这一个 现在讲说市长 这个做好做满四年 那结果要 跳下去选这个 国民党的这个总统的话 那很多人会质疑 就是说 那你就是这个 马英九的翻版 那现在朱立伦 就是最不喜欢讲 他是马英九的翻版 最不喜欢讲说 他是这一个 马英九的2.0版 所以他要极力的撇开 那所以说 就时间上来讲的话 朱立伦打算 他当然就觉得说 六月底来讲会最好 那可是就这一个 其他不论是 这个吴敦毅 或是这个 王金平来讲的话 我想他们希望说 时间早一点 会比较好一点点 那尤其像 所以你觉得朱立伦 这样拖是对他 自己比较有利就对 最后还是他会出来 朱立伦这样拖 其实是对他 比较有利的 那其实这个王金平这样 就王金平的角色来讲的话 如果能够早一点决定的话 对他来讲会比较好 不过他那个就是 他那个党籍这个官司 要赶快 他就是觉得说 朱立伦你做得很不阿沙利 你现在不上诉 不为请律师 可是你又不行文 给这个最高法院 那他卡在那里 那所以就我的观察来讲的话 这个王金平 他们希望说 早一点有这个游戏的 这一个机制出来 那这个游戏机制出来的话 那好 那现在如果说真的 王金平去登记了 那其实真的让这个朱立伦 这个是亚巴士黄连 因为他就讲说 那我已经做好做满了 那如果有人登记的话 那他该怎么办 那如果能够弄到六月底 都没有人去登记 这个选举的这个机制 也都很模糊 非他莫属了 那都最后就是他了 那所以朱立伦打的算盘 是这样子 那因为他要看一下 这个目前这个新北市议会 开议的情况 他也不会那么早就宣布 那六月底我认为 是一个比较好的时机 对朱立伦来讲 但如果说拖到五六月 那这当中还有可能 是不是有两岸的关系 包括朱席会 如果说朱席两人会面之后 对朱立伦来讲 会是有加分吗 朱席会对朱立伦 我看不必然是加分 因为从这个去年的太阳化之后 其实台湾人对于 台湾跟中国这个两岸之间的关系 是不是要照 马英九的将近七年来 这样的轨迹在进行 恐怕有不同的看法 所以我也奉劝国民党这些 党内有志于选总统的人 不要以为去跟中国的习近平见面 对你选总统是加分的 恐怕搞不好会变成扣分也不一定 那我觉得朱立伦要选不选 应该及早表态 其实我还蛮高兴 国民党里面还有像这个 秦惠卓秦议员脑袋这么清醒的人 他也看不下去这种 上礼拜六我记得苹果的社论 叫做噁烂的国民党宫廷烂戏 这样演下去对国民党真的一点加分都没有 可是我偏偏看到国民党里面 还有一些人好像很热衷于演这个戏 配角演得挺高兴的 他们可以曝光啊 对啊 可以被报道啊 对可是这样对国民党是好吗 我看一点都不好吧 所以我觉得朱立伦你要选 你就义无反顾出来讲说我要选 你不选 你就公开的讲说我不选 当然很多人挺朱立伦的 很多人替他解释说 这些也不是朱立伦的受益 是不是受益我不知道 但是今天一个态度的问题 如果说今天有人出来这样去联署 拱朱立伦 吴玉生 朱立伦当天下午打个电话 给吴玉生说 吴玉生我没有要选哦 你不要这样子哦 你觉得后面还会不会有人在联署 不会了嘛 就像现在不会有人去问 苏贞昌 问谢长廷说你要不要选总统 也不会有人去问柯文哲说 你要不要选总统 因为他们都讲得非常清楚 态度非常坚决 那就是朱立伦态度的问题 朱立伦在拖什么 我认为朱立伦还没有确定要选总统 但是他留着 万一逼得他非选的时候 他考虑到新北市长的补选 因为明年1月16号选总统 那依照地质法的规定是 市长出缺三个月内要完成补选 所以朱立伦他必须要 还有520才就职啊 对啊 对啊没有错 可是他必须要先辞职 他必须要先辞职 所以朱立伦应该是想拖到 10月16号以后再辞职 这样新北市长补选 就没有机会 不用他可以代职参选啊 我们新本市议会绝对不会让他代职参选 朱立伦当然可以 对国民来讲代职参选也是一个选项 朱立伦当然可以代职参选 因为依法他没有规定他要辞职 但是我跟大家保证 他如果代职参选 他一定选不上 那这议会更大 对他一定选不上 所以朱立伦自己当然会盘算嘛 那他如果再拖到10月16号之后再辞职的话 新北市长补选就不可能在总统选举前举行 那以目前看起来新北市长补选 国民党恐怕也没有必胜的把握 那你想想看 如果我是朱立伦 我在选总统之前 新北市长补选先输掉 那我总统还要选下去吗 所以他在等这个时间 那你如果要拖到10月16号之前辞职 你就不能太早表态 因为总统大选根据中选会规定是9月才登记 那我就拖到反正到登记前 我再表态就好 那被骂顶多骂一两个月嘛 我拖过10月16号再辞职 新北市长补选 就是总统选完以后的事情了嘛 我觉得这个是朱立伦的盘算 可是我觉得有时候你要取这样的大位 有时候说真的啦 人算不如天算 你算这么多 不必然这个总统大位就一定是你的了 的确这过多的算计 其实民众看在眼里 那么包括整个所谓的宫廷大戏 对民众来讲观感会是好吗 当然国民党可能还要面对 所谓的党产的问题 那么在2007年的时候呢 其实那个时候 国民党的财产是有公开过 但是后来遭到撤除 那么现在民进党立委 郑立军是要求行政院 要穷新上网来公开 那么院长毛治国也承诺 一定会做到 但是绿营立委是质疑了 只公告上网 而没有进一步的追讨 根本是不痛不痒 我想请教委员 如果在这个情形之下 现在国民党人选未定 一直在拖 对自己可能都已经是减分了 还有如果你真的是 人选确定之后 你这个港产的问题 你能够回避吗 朱立伦他现在 这个持好不绝 他其实是误人 也误籍 也误党 也误国 误人的部分 那一些立委 还有要选立委的人 急得要像热锅上的蚂蚁 大家跳脚 为什么 没有母鸡 他们希望有母鸡带小鸡 然后有一些人是怕 母鸡会踩死小鸡 找到不对的母鸡 会踩死小鸡 对不对 那你如果没有母鸡的话 他们选立委更惨 所以时间没有站在国民党这一边 再拖下去 未战先输 所以大家在召集 那为什么他会误他自己呢 老实说 就一件事情可以讲得很清楚 为什么不讲清楚 就我绝对不算 不能再联署找我 我就是好的忠告人 我没算了 不能再联署了 说得清楚 人家就不会再找你嘛 我就开始找候选人 然后把初选的时间定出来 你现在一直拖下去 别人也不敢表态啊 包括这个吴敦利翔选的 有的摇杰选的 人家看你还没做决定的表态 还有人在联署 怕说你是民退暗进 对不对 所以你也是误了你自己 你要拖到什么时候 另外就是说你会没有误党 当然误党怎么不会误党 你现在整个党都没有改革 他没有作为 他连提名的那个提名评件 还有这个评件小组 还有5%的这个条款 都还搞不定 所以这个党因为你没有作为 现在停滞不前 有没有误国 当然也误国啊 马英九从今年的元业一号说 他要促进朝野的合作 他希望社会的和解 他希望拼经济 到现在已经要三月底了 马总统做到哪几项 没有 朱立伦你们做了哪几项 也没有 马上美牛 牛杂要扣关 马上我们要进行大规模的修宪 马上我们还要进行 所谓政党法在立法院的推动 这个都需要你国民党来配合嘛 而且你也讲过啦 你们需要改革 包括这个党产的部分 党产到现在 不但说不透明不公开 现在连网路查询都把它关掉 那你如果 你如果要稍有作为的话 你都知道整个民意 民气可用 都认为你的党产要捐出来嘛 不要再啰哩啰嗦 不要扭扭捏捏 你任何不作为啊 国民党可以被赶入太平洋 都没关系 但这个国家不能帮跟你沉下去嘛 所以我说 朱立伦 所有的球 都在你的手上 你不要误人 误己 误党 误国 否则你就变成罪人 朱立伦上任党主席两个多月来 到底有没有清查党产的部分 还是准备糊隆过去呢 我想秦远回应之前 我们先休息会 马上回来 朱立伦要不要选总统 还有他上任党主席两个多月来 到底有没有要清查党产 还是准备糊隆过去 我想请教秦远 还有就是所谓的朱席会 对朱立伦来讲 或者国民党来讲 会有加分吗 党产的部分 朱立伦已经积极的在面对了 我们看到他已经责承 这个王儒选律师 过去做过老委会的主委的 以及立法院的廖正景委员 廖正景他做过财政局局长 也做过桃渊县的副县长 他们筹组一个客观公正的专业人士 来清理这个党产问题 我也拜托这个小组 能够动作快一点 让党产的问题 及早能够透明化跟处理 否则的话 这个部分不处理 国民党是不能加分的 甚至会持续减分 那另外刚刚谈到就是说 朱主席他今天他又是市长 他又是党主席 他又要面对市议会 他又要面对国民党 他要面对总统要不要选 他其实很辛苦 有很多不同的面向 他要去努力 刚刚提到就是说 按照惯例 国民党跟这个共产党 有一个平台 叫做两岸经贸论坛 每年都举行 去年停了一次 已经断了 那今年要不去接续 朱主席有提到就是说 这个平台已经持续了很多年 在这个党主席任内 他当然要去进行 这个两个党的这个论坛 只是他已经提到说 把规模缩小 不要像以前 党主席带了一两百个人 各行各业都有 办一个很大的败败 那没有意义 那他要就是说 把他精简 然后真正找专家 去做两岸平台的 这样一个讨论 我觉得他这样的一个 改革是对的 那另外就是说 这个要不要朱主席会 在这个两岸的论坛之外呢 我们的党主席 跟共产党的党主席 来一个见面 有很多不同的评估 那这样一个见面 我个人的见解是说 如果朱主席要选总统 就不要有朱主席会 选总统前绝对不可以 因为人家会觉得说 你好像去朝贡 那么你去那边要怎么讲呢 你可能稍微讲了 这个有关两岸的问题 就会被人家 鸡蛋里挑骨头 很可能失分的几率比较大 如果你不选总统 你只是一个党主席 海阔天空 你代表国民党 去跟共产党做一些交流 那没有问题 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 都要非常精密的去了解 跟去做一些这个推演 否则的话 可能很多的事情 互相牵绊起来 会使得朱主席 更加的处境困难 是 来 昆成你怎么看 如果说朱主席会 以目前的这个社会氛围来看 其实这样的会 对国民党并不会有加分吧 我先讲党产 这党产部分的话 你说现在找这个 王如璇跟廖正景 我觉得那都是假的 因为这一个 现在我们这一个 新北市政府的 法治局的局长 叫黄怡腾 他以前是这个党营事业 中央投资公司的董事长 那现在这个 转来这个新北市 当这个法治局局长 所以这个马英九 可以就近来问他 这个国民党 这个党营事业的一些问题 那现在呢 我们刚退休了一个 主技处的处长 叫林又贤 现在呢 回国到这一个 国民党 去接这个行管会的主委 他秘书长是李四川 以前我们的副市长 那现在这个 国民党这个行管会的主委 就是管理这个党产的 是以前的主技处的处长 也是管钱的 所以这个黄怡腾 跟这个林又贤 还有李四川 没有跟他讲完 这个国民党的党产 到底有哪些 党主席可以用哪些的话 他没有搞清楚 他不会把这个党产 把它公布出来的 因为他自己要先清楚 所以他才会找了这个 以前这个主技处的处长 林又贤 去接这个国民党 这个行管会的主委 因为他自己 他可能要了解 这个现在国民党党产 到底有哪些 等他了解之后 他可能才会 这个 有些他可以公布了就公布 有些他不能公布了 他就不会公布了 外界可能觉得 你可能还要归还 光清查还不够 项目也还不够 所以他现在 派去的人都还没有了解 所以他一定要等到 全盘都了解之后 他才会公布 那至于这个时间多久 其实我们也不清楚 那主席会的话 其实我是同意 这个齐云的看法 你如果说真的 这个朱立伦 他们有要选总统的话 那你朱席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